大家好,欢迎收看Super搞笑视频 这群小兔鸡经过了20多一天的成长 看着每只都很棒,都开始学吃飼料了 但是小兔鸡是怎么学吃飼料的 接下来的画面就厉害了 只见有鸡小兔鸡 它正在一个斗里 目测是在吃东西 可能是里面的飼料太好吃 我感觉它已经七到忘记了自己 现在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小兔鸡,你这样吃不太好吧 你要知道这里面除了你 还有无尽你的小兄弟 你看别人想来吃都被你挡住了 你就稍微样一样给它吃点饭嘛 看嘛,人家被你挡跑了 来,你先别挡到 我来给你加点草 现在可以继续吃了 你不要再钻进斗里了 就在边边吃就可以了 小兔鸡,你到底是有多饿呀 为了吃,你也不用那么拼吧 我才把话刚说完 你就来把草兜占 虽然你是要吃饭 但是你也不能把食盆全霸占吧 看它吃得多香呀 一鸡兔就这样霸占了一兜草 它在里面吃得开心得不得了 就连旁边的小兔兔难免也有几分的羡慕 毕竟它还小,它开心就好吧 现在看来呢,这群小兔鸡已经差不多可以生活自理 我呢,也能稍微的放松一下我自己 从它们广出生的广兔兔兔养到现在的胖兔兔 看着真舒服 如果没意外,应该再过几天它们就可以断奶 到时候它们不再是小兔仔 会慢慢升级成为大可爱 一头一点白,你说细不细 这群兔鸡里,你最像你把笔 你不要去怀疑 你就是小飞飞情生笔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喜欢我是平台朋友们 记得多关注 关注之后不迷路哟